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快乐 佛陀在设位城市 有四个心晋皈依的弟子 聚在一起讨论修行的心得 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 到处开满美丽鲜艳的花朵 散发浓郁的香味 还有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这四个弟子看到这样的景色 感到十分惬意 突然其中一人问道 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什么事是最快乐的 一个弟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春天郊游是世间最大的乐事 就像在这样的天气里踏青 一面感受春天的温暖 一面观赏那些争旗斗艳 静香开放的花朵 真是世上最大的快乐啊 另一个弟子听了 连忙说 不对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快乐是亲戚们的聚会 你想想 在一个好日子里 亲戚们都健健康康地聚在一起 大家一起举杯唱饮 唱歌跳舞 这是何等的快乐 这时候 另一个弟子发言了 你们两个人的看法都不对 我说有钱 才是最快乐的事 有了足够的钱 什么事都好办 你们说 是不是呢 听到他们的话 那个最先发问的弟子说 我不赞同你们三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老婆和侍妾 长得美丽可爱 才是最快乐不过的事 于是 他们四个人开始争论起来 争得面红耳赤 口莫横飞 每个人都认为 自己说的才是对的 互不相让 佛陀知道了这件事 便对他们 说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 有个国王 名叫浦安 捅挟着一块 不大不小的国土 他的国土四方 有四个国家 浦安和四个国王的感情很好 经常邀请他们 来王宫住上一个月 又吃又喝 十分快乐 有一次 浦安国王又准备各色美味佳肴 邀请着四个国王来聚会 足足聚了一个月 临别的那天 浦安问四个国王 人活在世上 怎样过 才算得上快乐 第一个国王回答 春天到来的时候 到郊外去踏青 欣赏美丽芬芳的鲜花 是最快乐的事 第二个国王回答 亲朋好友间的聚会 是最快乐的 大家尽情吃喝 尽情娱乐 是何等惬意 第三个国王回答 拥有无数钱财 可以让我随意花用 才是真正快乐的事 第四个国王回答 拥有美丽的王后 以及嫔妃 这才是人生真正的快乐 四个国王回答完后 浦安对他们说 你们认为最快乐的事 在我看来 恰恰是让人感到痛苦的事 因为这些东西 总有消失的一天 生命是无常的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其实是自身的画面 这四个国王 听了浦安的一席话 都认为有理 频频点头 佛陀对那四个新出家的弟子说 那位普安国王 就是我的前身 而四个国王 就是你们四人的前身 你们前世 已经讨论过相同的问题 怎么现在还不懂呢 四个新弟子 听了佛陀的话 感到很惭愧 同时 心中的疑惑 也被解开了 后来 他们认真修习佛法 终于都修成了罗汉